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9号星期日 张文宏解释 为什么在国外 奥米克龙在国外不就算是一个大号流感 对不对 但是他说在中国是会咬人的 所以中国要认真对待 不能够小心 1月8号 昨天张文宏在上海举办的光华科技公益论坛上 他说有一些自媒体不负责任 说奥米克龙就是一个大号流感 这个实际上 这是我说的 其实准确来讲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川普说的 川普说新冠疫情最后就变成一个大号流感了 张文宏说这个不对 说缺乏科学依据 他说今天上午8点多 我还看了奥米克龙的片子 研究了奥米克龙感染者的医学影像后 发现这种变异毒株是会咬人的 奥米克龙是新冠病毒在人体免疫压力下的自然选择结果 可以说奥米克龙在一免疫系统斗争当中 他最后他是赢了 他战胜了 那有人就说 为什么在国外 现在奥米克龙你说不是个大号流感 但是在国外看起来 的的确确就像一个大号流感 对不对 美国你看现在基本上每一天就是几十万 最多是一百万 确诊 最后医疗系统也没崩溃 该干嘛干嘛 大家老百姓 看也都麻木了 也都无所谓了 对不对 就跟个流感剂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为什么就说在中国就不行 就会咬人了 张文宏说 说是这样 他说如果 他说他有个前提 他说如果医疗资源不够的话 奥米克龙是会咬人的 明白吧 那么那就是说为什么在国外不咬人呢 首先那种医疗资源呢 首先就够 其次呢 同时啊 张文宏说 他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感谢硬扛啊 硬扛奥米克龙这波疫情 主要西方国家有底气 底气呢 主要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疫苗 他说目前啊 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呢 接近70 第三针的疫苗接种率呢 是22% 英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呢 达到了80% 第三针疫苗的接种率呢 超过了50% 有一半人都打过三针了啊 他说在亚洲 新加坡两针及以上新冠疫苗接种率 达到90% 以色列三针接种率 已经呢 超过了一半啊 所以呢 现在在国外来讲呢 他们现在等于就是硬扛了 这不是奥米克龙看来也 因为他这传播率都太大 根本也拦不住 拦不住 咱们就放弃了 等于就放弃治疗了 美国现在就是群体免疫了 其实不光是美国 新加坡其实现在也是群体免疫了 能看得出来吗 新加坡也放弃了 根本刚开始的时候还想管一下 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英国实际上从头 鲍里斯约翰就说要群体免疫 后来大家骂他 说我不搞群体免疫了 然后但是还是按群体免疫 那么搞 我明硬扛不说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国外就是群体免疫 对不对 但是谁呢 他也说 他说现在来讲 就是说 你要承证一点 就是说人家是在搞群体免疫 人家就是硬扛了 硬扛了 他说 但是国外虽然感染人数 节节攀升 但是病死率非常非常的低 现在 而且没有对国外的医疗系统造成冲击 你看美国现在医疗系统 最后也没什么问题 并没有就是说遭到冲击 或者崩溃了 大家也都习惯了 就这样了 给你两片感冒药 回家吧 就完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 他说 现在来讲 国外疫苗 虽然没有能够防止疫情的传播 但是大大的降低了感染者的病死率 这是事实 问题在这 就是说 张文宏后面的话也没再说 说了这么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医疗资源不够的话 奥米扣荣是会咬人的 中国医疗资源够不够 你看 他这话说的非常有意思 你倒过来推 他说 奥米扣荣在中国是会咬人的 在国外 国外印行了 国外没咬人 那么说什么意思 就那意思 然后他说 那时候医疗资源不够就会咬人 那意思 你倒过来 一推不就说 就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实际上不够 其次 中国疫苗普及率可能不够高 但是实际上不是 据我们所知 现在国产疫苗 中国的普及率相当相当高 也有十几人都打过了 现在我估计 中国疫苗的接种率 也差不多在百分之也得百分之八九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最后没有用疫苗打完了 最后 吊龙都没有 问题就在这了 对不对 你说国外疫苗接种率高 中国疫苗接种率也高 对不对 国外医疗资源丰富 中国医疗资源也丰富 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张云红没有说 没有 因为他在国内 他跟我不一样 对不对 我能够就挑开天上数量的话 但张云红的话里有话 你自己去感觉的 张云红说两点 第一 中国疫苗虽然接种率很高 但跟国外的比起来 不行 各方面都有问题 然后医疗资源也远远的没有 人均医疗资源 你要说极个别的几个大医院 还是有很厉害的 中国有很厉害的好的医院 但是你十几亿人平均到人均的话 人均医疗资源实际上不够 所以张云红的意思就是说 在国外可以就是说硬扛硬闯的 这不是疫情 但是在中国 如果我们敢敢这么做的话 那可能是会咬人的 那要出大问题的 复辟泰到了大陆已经很久了 已经能生产了 而且第一批也生产出来了 到现在上面的大领导 不让打 大领导怎么想的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消息 就是大领导不让打 老大不让打 老大是谁 老大就是习近平 这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 把复辟泰 复辟泰实际上就是上海复兴买的美国的辉瑞 实际上可以把复辟泰当第三针给大家打了 打一个加强针 而且效果会比国产疫苗还要再好一些 咱们说实话 而且以目前来讲 就是说上海复兴他们做好的准备 就是说以目前的产能 短期之内给全中国人 不要说一人打一针 一人打两针都可以 但是老大不让打 为什么 可能我觉得主要它是一个美国的辉瑞疫苗 对不对 这疫苗要是比如说北朝鲜做的 或者是什么俄罗斯的疫苗的话 估计也就打了 但是倒霉这疫苗 它是个美国疫苗 是美国跟德国一起搞的 如果疫苗是纯德国的 你知道吧 也算了 但是偏偏跟美国辉瑞公司还有关系 所以由于它是一个美国疫苗 所以就不能打 但其实打完了之后会好很多 如果我们能够短期之内集中 给全体中国人 比如说打疫苗 打两针 美国辉瑞就是上海复辟泰 我觉得我们也有可能可以去硬扛这波疫情了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应该差不多 当然有人说 说担心这疫苗的推广不出去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以西安现在来讲 以西安现在来讲 就是说你打两针疫苗 然后你就可以出城 你就可以干嘛干嘛 你不打 我就什么就不让你干 你就在家待着 我觉得99%的老百姓 那我打吧 对不对 你想应该到什么程度 大冬天游几公里往外游 走了八天八夜往外走 对不对 你如果跟他说 你说来吧打两针疫苗 让你坐火车回家 他估计就打了 我估计能够腿了八天八夜的 在大冬天 我的天 走了八天八夜走回家的人 我觉得他也身体素质打两针 就打两针吧 应该问题不大 我怎么感觉他身体素质应该比我好一点呢 是不是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以目前中国疫情造成了这个样子 我觉得你 尤其是美国疫苗 而且美国现在也这么多人都打了 我老打的都是辉瑞 对不对 这么多人打了辉瑞 现在不光是美国 全球现在打辉瑞的多多 对不对 以色列打的主要也都是辉瑞 对不对 这么多人都打了 我觉得安全性上问题也不大 李嘉诚打的不也是辉瑞 等一样打了复辟泰 不也是辉瑞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希望大领导 想一想 我觉得目前这情况要不打了 知道吧 丢人就丢人 你丢点人 没事 丢丢就习惯了 你知道吧 打吧 然后上海复兴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疫苗 你现在你不让他打的话 上海复兴这钱也都白花了 花了 可花了不少钱 给人买这疫苗 而且买了 而且他买的是可以自己做 对不对 把技术都买来了 对吧 复兴就等着挣钱了 这一笔好 复兴你挣多少钱 这好 实际人一人打两针 复兴挣大法 而且打完之后 说实话 对中国经济实际上有好处 中国经济现在由于疫情闹的 经济非常糟糕 我昨天跟天津的一个朋友聊天 还聊到天津经济 也是非常不好 因为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也是受影响 他现在没法不受影响 都成这样了 对不对 所以呼吁 大领导想一想 好吧 当然了 其实我也知道 还有一点叫什么 中国现在有两家药企业 在模仿美国 辉瑞和德国 这个叫什么 这个 摩东 不是 Biotak Biotak 他们搞的 mRNA这个疫苗 有两家药企 在模仿这个疫苗 再搞 据说 反正他们老是说 说自己就快搞成了 说忍一忍 先别打 我们马上就搞成了 搞成了 咱们打中国国产的 mRNA疫苗 知道吗 虽然比别人晚了两年 但是 晚了没两年 一年 晚了一年多 但是也是打国产的 所以老大在等 在等中国国产的 mRNA的疫苗 mRNA疫苗 它有它的问题 也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只要变异了之后 你稍微改一改 它就又可以用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如果能够 有自己的mRNA疫苗的话 完全就不用再打 美国的mRNA了 所以老大也是在等 在等国产的mRNA 但是 看看 我看老大也是吃了 乘折铁了心了 这是什么 吃乘折铁了心来着 想不起来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